接下来这位托人杨岚 已经坐在了我们身边 欢迎您来到我们的现场 是 这个一开场呢 我跟工人师傅说 我说赶快弄一个鞋板 是 把它这个 就等于是这车 可以搭着那板上来 结果很远就听到一个声音 不用 那个是不是要把那个铁板摆一下呢 不用 可以 好嘞 慢点 转弯也行 所以一个人的努力 这么厉害 是不一样的 慢一点 慢一点 层层层就上来了 可厉害了 层层层就上来了 您方便跟我们说一下 是因为意外导致的吗 我是08年地震 被埋了79个小时 然后导致双腿高位截肢 在那个时候 就是因为埋的时间比较长 得了那个双肾衰急 还有那个败血症 当时我在硬秀 因为在那个时候 我的第一个老公 永远永远地 也没有给我打一声招呼 就离开我了 是在地震中 对 拍的 对 他是一位人民警察 在地震发生的时候 你在哪里 是一个人在家里吗 当时地震的时候 本来我已经走出了我的家 那你已经走出来了 怎么后来会发生这样的意外呢 有一位邻居的孕妇 刚刚怀孕三个多月 她在我家做客 当时我也没有见过地震 我看到那个墙上的那个石灰板 往下塌 我就反应回来是地震的 我说赶快跑 她说不能跑 因为她已经吓傻了 我回去拉她 当我们两个刚刚跑到那个门框下面的时候 突然一二三 这样就下来了 现在怎样 她没事 当时 一点事没有 孩子也没事 没事没事 所以你是替这个孕妇挡了一截 算是吧 算是 对 她回去喊她去了吗 对 如果不喊她的话 可能你是跑 能来得及跑下去吗 没问题 因为地震十几秒 因为我们那个是二楼 以前那个老师的房子 是直接这样 二楼下一楼的一个 直视的一个台阶 以前的房子 对 你是在这个房子里 待了79个小时 才被救出来的 对 对 在79个小时里 你是完全清醒的状态吗 清醒的 我一直有希望 我觉得我的孩子 我的爱人 我的爸爸妈妈 都在等着我出去 我觉得我一定会出去的 有着一股劲和毅力支撑着 对 而且不管怎么着 您这往回一跑 至少两个人 尤其是肚子里的孩子 也活下来了 对 这也真的是挺幸运的 后来你们 有见面吗 他见了我一次 他不敢见我了 他说 我这样子 他肯定有愧 他不敢来见我 你心里怎么想的呢 其实在那个时候 人的就是一个念想 其实根本没有想到 我会怎么样 我就觉得他怀孕了 他怀孕了 有可能压下来 他会流产 他会没有孩子 因为当时我也 小孩也刚刚两岁多 刚刚做妈妈不久 所以有这种感同身受 打什么时候开始就能接受两条腿霉了 并且我得做点事了 19年 我们当时在 一年以后 对 我们在医院 是当时到的佛山中医院 在那儿也给了我生命的勇气 那个时候 我最记得最深的 就是有一个 应该是重症千呼的一个医生 每天12点以后 他会带着我女儿的照片 每天都来告诉我 你看你的孩子需要你 你不要放弃 因为那个时候 液体也打不进去了 就是整个嘴巴 全部都是坏掉了 就是没有办法 就是吃东西这些 因为那个时候 这边腿的那个肉 已经完全都腐烂了 每天医生都是用刀来 把那个肉要割掉 因为烂得非常严重 有时候都能看到 百花花的骨头 不想活了 反正 绝望中夹杂着绝望 绝望 完全就是绝望 孩子怎么样 孩子那个时候在渡江宴 还没事 那也就是说 你们家就是失去了丈夫 和你的双腿 对 其他都好好的 都很好 但我觉得可以想象 在医院的那一刻 丈夫也没有了 腿也没有了 但女儿可能这个时候 是你生命里唯一的一道曙光 最开始没有 最开始很极端的 就觉得我都自己这个样子了 我怎么能来面对她的长大 我没有能力去抚养她 我没有能力去抚养她长大 害怕 然后经常把女儿 有时候托付给姐姐 有时候托付给 就是身边的亲人 我没有办法去照顾她 因为那个时候 我自己都自身难保吧 我的手 这个手臂当时 想出废墟的时候 鼻虫神经是完全地断裂了 所以那个时候 我的一双手连拿手机 拿筷子 就是吃饭 都是我侄女给我喂的 地上就是一个除了活着 基本上是不能有任何自理能力的人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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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坐上轮椅的时候 就到了佛山中医院的21楼 我准备从那跳下去 但是当我到了露台的时候 我爬不动 那个露台这么高 爬不上去 所以回来又告诉我姐 我刚才去准备跳楼了 我跳不下去算了 还是活着吧 因为我姐经常跟我说 如果你死了 我们肯定会想念你一段时间 但是你的孩子 他已经没有爸爸了 如果你再让他没有妈妈 你想想他 他就是一个孤儿 你知道孤儿有多可怜吗 但我相信在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真正走出来 还是得靠自己 是什么样的一段经历 让你开始心态上 发生了变化呢 我从09年的年底 就回到了家里面 突然回去看看 整个世界都是灰蒙蒙的了 没有意思 每天就在家等着孩子 回家 然后有一次我女老师就问 你问孩子 你的妈妈是干嘛的 她说我的妈妈没工作 在家里 这句话就重新点燃我了 因为那个时候也比较颓废 好朋友这段上 带我出去打麻将 因为你很痛苦 孩子就直接告诉我 我的妈妈是打麻将的 她跟老师也说是打麻将的 这说得很准呢 但是这个我就触动我了 我想我不能这样子了 因为既然活着回来了 就应该给孩子一个 更健康的一个环境 我必须要出去做事 你真的还得谢谢麻将 要不是孩子这么 爱戴麻将 对 你后来就出去做什么事了呢 最开始因为我以前 爱人那个单位是公安系统 领导对我们也非常关照 他们在多江燕有一个办事处 就说叫我到那去做临时工 最开始去的两三个月 天天都是哭着来哭着回 很难受 因为有时候甚至想到 这个椅子是不是 她曾经坐过的 休息室的时候 她是不是也曾经 坐在这个板凳上用过餐 她是不是也在这个位置 堵物吸引 对 孩子的爸爸应该说 跟你感情很深了 因为我们是自由恋爱的 但是刚才在上场以后 你好像用了一个词叫 我的第一个爱人 没跟我打招呼就离开我 对 那也就是说已经有了第二个爱人了 对 那我能不能理解 您的这个委托人的牌子 是奔着她去的呢 对 她对你那么重要 您当着她的面 刚才好像聊了不少前面的事 是吧 这个对她 这不是因为你问吗 人能不说吗 你说 我哪 你一直给我使眼色让我问的 对不对 你不使眼色我会这么问吗 对不对 但我觉得真的就是进入到第二段恋情 她一定是能够接受到对方的前任 也了解了她所经历的一切 那当然 因为那个人她曾经是存在的 所以说你们俩会聊起前面吗 会 你会跟她说 你有时候会想前面的人吗 我不可以说 那说明你是真会想 这是正常的 是 所以说咱们见见你现在的丈夫 咱们问问她能不能接受你提起 好 有请 很期待 杨岚的丈夫 哇 一家子都来了是吧 多好 来 就是结婚多长时间了 我们是13年结婚的 13年结婚 现在也七年的时间了 你俩是怎么认识的 是在杨岚意外之后才认识的 还是之前就认识的 之前就认识了 我到学毕业以后 就在房地产公司上班嘛 以前我们公司就 祝她出去旅游 就去阿宝州她带团 就是杨岚在做导游的时候 你们就认识了 那个时候她身体还是健康的 后来是你主动去找的杨岚吗 对对对 在发生意外之后 你知道了她的情况 大概在12年的时候嘛 12年的时候 我有一天看电视 就看到她的消息了 当时是知道了杨岚发生意外 所以你就去安慰她 慰问她了是吧 她在独江业嘛 但是我在成都 我看电视的话 就跟她聊一些情况嘛 她在开餐馆 我就去见她 杨岚你有感觉到 在这个关心的过程当中 其实她对你有一些情愫的 因为最开始不敢去想这些事情 那个时候就想 我能够把我的女儿 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地 抚养成人 没有想过 就是自己这种情况 还会和谁去 主建家庭这些问题 从来是不敢去想的 这个当时 她第一次表达 是在什么情况之下 因为那个时候是玩抠抠 有一天她突然跟我说 干脆咱俩一起过吧 你还挺直接 你这可以 干脆咱俩一起过吧 然后你说什么 我说在那个时候 她也是一个四川大学的 一个本科的一个大学生 作为我 我就觉得太高攀了 我不敢去想 我就说你是不是在开玩笑 她说没有 因为她说大家在一起 出了一段时间 就觉得过日子 就是大家一起去把生活过好 也没有什么 我说我没腿 还带着一孩子 她说别怕 有我 当时还没说 所以她后来对你 释放这种意思的时候 您的第一反应 一定是选择拒绝是吧 对 她是这样 她想成家的一个原因就是 有一次她个三轮被别的火车挂了 挂翻了 挂翻了之后 然后她就说 她说妈妈要是爸爸在多好啊 她当时就哭了 她就想成长 就这样了 你怎么骑着三轮呢 有那种小的那种处理车 因为最开始家里的 哥哥姐姐要上班 然后妈妈年纪又大了 我只有自己 因为我特别想把我的女儿培养成 就是说你自己以后至少能够 能够给自己早晚饭吃 所以也有就是当地的一个钢琴老师 五岁多就免费地叫我的女儿学琴 所以我们一直坚持到现在 那个时候就骑着小串轮 风里雨里的 真的夏天我们两母女 是晒得只有两个眼睛在转 有时候特别像下大雨 我们两个都全身 淋得发湿 就是全身湿透 你说到这个故事的时候 其实眼睛里也泛着泪花 最终你们走到了一起 走到了一起之后 因为今天婆婆也在现场 所以我特别想问一下阿姨 当您儿子跟您说 要和杨岚谈恋爱 甚至要结婚 您当时是什么态度 她在跟我说了 但是我也没怎么反对 我说既然你都要 我说你要想好 我说人家有女儿 你要接受人家的孩子 我说这样跟她说的 我说你现在没有 你就想要是 以后你好的时候 你就想不要 我说那样就不行的 我说这样祝福她的 她说不会的 她说其实我那媳妇也挺好的 你俩闹过矛盾吗 没有 真的 我们说话都没有说过 没有 没有说过七话 真好 我们是婆媳 实际上我们像一对母女 这一家人 真的 其实我跟你讲 我虽然从表面上看 这孩子有点调皮 但是我告诉你 你要知道她跟我说的话 你就知道她多么可爱 她说我告诉你 我们家呀 我爸爸最辛苦 他是我们家的顶梁柱 他是最辛苦了 来 你告诉我 你爸爸有多辛苦 你讲讲 我爸爸晚上做到十二点的稿子 所以也算我们家的最强来人了 你们家要是排这个最辛苦的话 第一谁 第二谁 第三谁 你给排一下 我 我 我是 我算是最后一名了 你是最后一名了 第一名是爸爸对吧 对对对 第二名谁最辛苦 妈妈 妈妈 第三名呢 姐姐 姐姐 第四名呢 老阿婆 阿婆怎么排第四啊 对不对 阿婆最辛苦 阿婆每天都接送你了 对不对 对 但是有些时候 你们两个还是要接送我 对吧 先说实话 她还小 她不自然 看出来你俩刚才这个 小范围讨论的还挺融洽啊 感情还挺好 因为我在想啊 他们家这个 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家庭 孩子身上才能看出来 有的时候你光听大人聊吧 更多的时候 他会掩饰一些东西 孩子才是最朴实的 童言无忌 所以说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你是不是老欺负大姐姐了 我就是有些时候 想欺负姐姐 放放我的心情 放放 放飞你的心情 对 老爸老妈都不让允许我 天天看电视 看手机要做这个 然后你就欺负姐姐 对 但是你有没有姐姐 有本事 姐姐会探钢琴 你会吗 我也会 你不可能 我就不相信了 你俩开始吵起来了 来 你也会 来 来 有本事 来 来 把钢琴给弄 你也给弄出来 他会吧 学过吗 来 来 这是电子琴 人家学的是钢琴 一样 来弹吧 来 预备 开始 你没脖子 弹个简单的 你别丢人 留情姐姐 有请姐姐 有请姐姐 变了吧 世界名曲 掌声在哪里啊 奶奶说了 我们这姑娘 在北京参加过 钢琴比赛 得了金奖 你太低调了 好 问问姐姐 姐姐 现在叫您先生 是怎么称呼呢 叫叔叔 叫叔叔 还没改口 叔叔对你怎么样 挺好的 挺好的 现在 叔叔跟妈妈 还经常出去旅游 是吧 带妈妈看整个世界 替你一起来爱妈妈 你想跟叔叔说些什么呢 谢谢你帮我照顾妈妈 可能有时候 我还想让能力不够的时候 可以帮我分担这一切 你会介意吗 刚才我没有聊到杨岚的第一任丈夫 不介意 也不介意 因为我们在结婚之前 她的情况 所有情况我都了解 都了解 还有我的丈母娘也跟我谈了 就是说她的一些顾虑啊什么 都是很释怀的 很释怀的 其实一个男人 当了解一个女人的过去 可能更能够去疼爱她 珍惜当下 我们今天 其实也看到了这样的一个组合家庭 可能还会有很多的 经历是需要大家一起去磨合的 但是我想我们也看到了希望 也看到了杨岚的改变 而且现在丈夫也是带着杨岚 到处走一走看看这个世界 我觉得这是一个生活幸福的起点 是不是 加油 今天杨岚来到我们的现场 其实要特别感谢这一家子 你跟他们要说些什么 先给你的丈夫说两句 来 金哥 非常感谢这么多年的包容 因为我的脾气 有些时候比较任性 你也从来没有对我 说过一句重话 就是谢谢你 希望我们以后 能携手到老 去看看外面更多的世界 然后我们两个一起努力 把我们的孩子培养成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然后我们两个也能够健健康康地活到老 走到老 快乐到老 跟婆婆也说两句 妈 非常谢谢你这么多年对我 然后对我们这个家庭的照顾 每天很早就起来带紫衣 然后给四七洗衣服 做饭 什么事情都不要让我做 以后的日子 我和真想一定会好好的孝顺你 让你的晚年比别人都过得更快乐 更健康 跟女儿说两句吧 她还挺内向的 四七 其实在你的成长过程中 你那么小就没有爸爸 所以有时候妈妈有可能会对你很厉害 妈妈就是不希望你在出去的时候被人说 你看这个孩子没有爸爸 怎么没有教好啊 所以妈妈有可能在有些时候的行为 或者在要求做事的时候 喜欢不停地去说 只是妈妈希望你能够做得更好 其实妈妈真的是非常感谢你 要是那年你不来广州看妈妈 也可能没有妈妈的今天 也没有我们的现在 外人怎么看不就要 就要的是孩子内心的健康 希望你们可以从此幸福健康 小朋友要越来越乖 不要调皮 听姐姐话 我也想给妈妈说句 你要跟妈妈说好 那你跟妈妈说两句 你说吧 这几年来我一直想 谢谢我的爸爸妈妈 我也感觉到了幸福 好 一家人从此幸福的牵手走下去 我们有请钟亚华为大家送上牵手 刚刚听了你们的故事 从阳兰山上看到了生生不息的力量 和开朗乐观的态度 祝福你们能够携手 一直走下去 把这首牵手送给你们 因为爱却依依的爱 因为爱却依依的爱 所以快乐着你的梦 所以悲伤着你的悲伤 幸福着你的幸福 因为路过你的路 因为哭过你的苦 所以快乐着你的快乐 追逐着你的追逐 也许牵了手的手 来生还要一起走 前生不一定好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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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许有流伴的路 今生还要更忙碌 所以牵了手的手 来生还要更忙碌 来生还要一起走 谢谢大家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